影片21年9月开机 11月杀青 历史两个月拍摄完成 曾定当2022年12月31日 后巧没声息的撤档了 最终定在了4月7日 看看成龙近几年主演的电影 2020年上映的《急先锋》 2019年上映的《龙牌之谜》 《神探蒲松林》 我竟都没去影院看 或许是因为当初上映时的口碑都相当差 后面也有在手机上看 着实有点差强人意 时隔两年 成龙有芯片上映 这次我没有选择等口碑出来 还是自己去看看怎么样吧 先说说龙马精神的优点吧 首先作为成龙主演的作品 必不可少的动作戏必然是有 尽管他年纪已然不小 但身手还是挺矫健 有些许当年动作喜剧的味道 曾经的成龙电影元素 更是充斥着整部影片 可以看到很多成龙曾经饰演的形象 众多彩蛋很具迷影精神 片中多次出现的成龙惊险动作积极 是最令人动容的地方 他曾经真的是在用命拍电影 龙虎武师是片中最多提到的词 成龙通过这部影片 缅怀自己过往同时 致敬了曾经的那帮拼命的龙虎武师们 2020年上映的纪录片 龙虎武师就是专门讲述这一群体的影片 展现了中国香港那一批动作演员的 拼命拍戏之路 作为影片 另一个主演赤兔 演技相当不错 为影片贡献了不少笑点 打斗戏也是丝毫不弱 没想到一匹马能有如此演技也是厉害 但是影片的缺点 却也是如此的明显 作为贯穿全片的妇女情 是全片最大的代比 妇女俩的关系相当执迷 关系转变生硬至极 女儿一开始狠狠父亲 突然间又接受了父亲 然后有突然莫名其妙的吵架 闹掰 有突然和好 反反复复突突然然 令人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龙有马有精神 真真的龙马精神了 个人觉得 如果这部影片纯粹的缅怀 与致敬成龙自己 与那龙虎武师精神 或许会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 至少我会喜欢 只可惜龙在马在精神在 贯穿全片的剧情 却是稀碎 没有了魂的电影 实在难以撑 那成龙演这部电影 还演儿女情长 演父亲和女儿的关系 他自己他和他女儿的关系 那大家不知道吗 这个使乱中气 把自己的女儿都不要 这什么玩意 这个做人都不够格 据说他在录演的时候 有电影学院的一个导演系的学生 就问说 你这个电影 你都拍的这么烂 我是自费来买票的 我能问你个问题 你把票的钱退给我吗 此话一出 现场不但没人制止 没人反驳 而且还发出雷鸣的掌声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